行政院长近日拍板7月1号起要推出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 优惠部分平假日都使用 自由行每房补助1000块钱 团体有每人每日补助700元 离岛再加码补助 不少民众有意趁此规划出游 而旅游业者也预期可以提升3到4成的暑假定房率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防疫令解封 旅游热潮逐渐回升 民众把握周末假日放风出游 眼看暑假即将到来 观光局推出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 刺激国旅市场 强调部分平假日同享优惠 团体旅游每团每人每天可补助700元 离岛行程则加码到1200元 而自由行旅客每房每晚房价可折抵1000元 若是到离岛去玩可再额外享用一次 另外交通部也推动方案 让高中以下的国民在暑假期间 能够免费玩观光乐园 疫情的关系已经很久没出门了 然后因为经济也不景气 所以有这个普世的话 会更有动力再加冷出去 行政院近日拍板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 在7月1号将上路 台东旅宿业者立刻接到订单 更乐观预估 暑假期间成长有望达到4成 不分平假日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诱因 所以我相信会比三四成会再增加一点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6月7号宣布国内防疫正式解封后 国内旅游呈现逐渐回温的趋势 临确诊的台东县在端午节期间 订房更是高达九成 业者期待已久的疫后报复性旅游 即将正式上演 继续沙扎会台东时报道